红区保健品致死人数升至4人 日本药企小林治药高管鞠躬道歉 3月28日据日本NHK新闻网报道 小林治药生产的红区保健品 服用后引发肾脏等疾病问题 目前死亡人数已升至4人 小林治药公司是日本知名的百年药企 3月22日小林治药公司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他们生产的保健品中含有未知成分 很多消费者服用后肾脏功能出现了问题 所以紧急召回约30万份该保健品 据央视援引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 3月26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了 因服用了该公司生产的含红区成分的保健品后 出现的第二例死亡案例 到3月26日为止 因服用红区保健品导致入院的顾客 已达106人 因此小林治药也出面紧急呼吁消费者停用相关产品 截至3月27日 小林治药公司的股价 已经因为红区问题累计跌幅近20% 总是值5天内蒸发约合人民币43亿元 日本媒体报道表示 其实早在3月16日 问题产品的分析结果就已经表示了其中可能含有未知成分 但是小林治药却直到6天后才宣布召回 这说明该公司存在决策迟缓的问题 今天小林治药公司社长 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董事长 在日本举行记者会并鞠躬道歉 在新闻发布会上 其负责人表示 目前市面上出现的问题产品 均来自为同一批原料 而这些产品中 或许还有一种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成分 目前这种成分还不能确定 我们正在加紧调查 一旦有结果将立即通知 细思极恐的是 小林治药的保健品里含有未知成分这件事 如果没有此次顾客阴服用去世事件 可能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 大家自认为吃的是红曲保健品 殊不知等待的结果 却是肾脏受损甚至丧命 更可怕的是 小林治药其他产品在我国也非常普遍 多个主流电商平台都有他们的官方店铺 比如他们的主要产品 退热冷贴系列冰宝贴 一次性使用怀炉系列暖宝宝 芳香剂系列爽花蕾及香居园等等 这件事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 小林治药是一个百年老牌药企 该公司的一些常备药品 在我国一直有着不错的人气 很多到日本旅游的游客会大量购买 且代购在我国也有很大的市场 并且在事情曝光之前 日本的不少药妆店都有销售此次问题保健品 我国过去的游客也极大可能地买到相关产品 小林治药产品是一图 3月22日 小林治药中国官网也发布了 关于停止使用红区胆固醇颗粒 及自主召回的通知 其中提到有部分产品跨境流入中国 小林治药表示 本著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 将自主召回用红区原料的相关产品 目前我们可以通过在天猫 拼多多京东搜索发现 小林治药旗舰店已下架相关产品 事态还在进一步的发酵中 媒体报道称 小林治药每年生产红区原料 约18.5吨 20%自己使用 剩余的80%成作为原材料 出售给52家国内外企业 并且在8年前就已经开始进行销售 与此同时 日本的一些酒类及食品类商家 也相继发出公告 将以小林治药生产的红区 为原材料的产品召回 比如比较知名的 日本宝酒造公司的松竹梅白币赃 零 公司将对已经销售的出去的 9.6万瓶进行自主回收 好消息是 宝酒造公司这批酒 目前没有发现流入我国市场 日本宝酒造公司的产品 也并没有说到相关投诉 另外 还有多家日式点信 海鲜食品 零食等企业对产品陆续进行召回 这也表明 事态有可能继续扩大 目前 小林治药表示 针对中国顾客 在京东 天猫 拼多多海外旗舰店购买的产品 可以通过官方渠道退回 对于代购过来的产品 也可以采用邮寄的方式 待公司确认商品后将会给予退款处理 目前没有明确退货的截止日期 这大概会是一个长期工程 可以明确的是 如此一来 对小林治药造成的损失可以说是很大了 红蛆究竟是什么东西 能让一个百年要起股价暴跌 服用红蛆不当对我们的人体有什么危害呢 其实 红蛆是由驱霉科真菌紫色红蛆霉菌发酵大米制的 并且我国已生产和使用一千多年 红蛆作为精米的发酵物 一般用于制作各种调味品 也可以做调色 像熏肉 腊肉等腌制食品 酿造酒 都可以用它作为辅料 例如我们生活中常吃的豆腐乳 红蛆酒等 红蛆还是一种药材 可降血脂还具有健脾消食 活血化瘀的功效 很多老年人都知道 它听类药物是我国心脑血管患者常服用的药物 红蛆霉菌中的有效成分就是它听类 主要用于降血脂 它听类药物由于副作用少 效果好 耐受性好的优点 目前仍是我国心脑血管病患者的首选 由此可见 红蛆是个好东西 但是服用红蛆也有一定的禁忌 一 红蛆的服用量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如果使用超量就有可能威胁到身体健康 二 红蛆本身无毒 它只是一种发酵产物 一般用它做食物 消费者无需担心 但是 在它的制作过程中 有可能存在有毒代谢物或者是霉菌 所以 我们在购买食品中 例如豆腐乳 要到正规的超市去买一些正规厂家的产品 三 对于红蛆制作的药物 降血脂作用是非常有效的 正常人群可放心服用的 不过要注意的是 孕妇及哺乳期的女性不要食用 肝病患者也应该慎用 小林制药事件 就为对红蛆有需求的企业和消费者敲响了警钟 一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产品质量的保证 要深刻认识到药品 食品生产中的安全性 对原材料的选行 以及生产流程的各个环节都要进行严格把关 只有将安全放在首位 企业的生育和消费者的权益才有保障 才能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 也要擦亮眼睛 不要盲目地使用所谓的保健品 买药品尽量到正规的医院或药店购买 对网络平台的药品要持一份谨慎的态度 减少不必要的伤害和损失 对网络平台的药品尽量不足